今天中午人气话题要带您来关心到了 过去民众听到腿粗两个字 可能都会联想到是不健康 不过外科医师陈荣坚 他引用了美国的期刊 跟英国牛津大学的相关研究 点出了其实腿细的人发生糖尿病 高血压 心脏病跟癌症的比例 反而是腿粗的人的两倍 而有医生就解释说了 像是有些民众四肢纤细 直胖肚子 代表着体脂肪跟内脏脂肪飞机 反而容易会有代谢性的疾病 说到减肥 不少人最享受的部位就是蜜大腿 总认为腿粗就是不健康代表 不过外科医师陈荣坚 引用国外多项研究点出 其实腿细的人离病风险更高 其中一篇刊登在 英国医学期刊的研究 团队在追踪近3000人12年时间 研究人员发现 不管是男生或女生 如果腿为小于46公分 12年内罹患心脏病的危险性 则是一般人的两倍以上 另外发生糖尿病高血压 癌症的比例也比较高 跟我们的肌肉量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当你身体的肌肉量越多的时候呢 你调节代谢营养 还有心血管的机能就会越好 除了肌肉量是关键 还有人是四肢纤细直胖肚子 但腹部肥胖通常也代表 内脏脂肪的囤积 会释放出游离脂肪酸 导致胰岛素阻抗 进而增加罹患糖尿病 和代谢性疾病的几率 腰围是跟身体的体脂肪堆积 最相关性 身体的循环里面 就会产生这个胰岛素阻抗 代谢营养群 就会造成你血管里面的油脂 跟糖类的代谢会出现问题 虽然脂肪堆在大腿 比堆在肚子好 但也不是腿越粗越好 建议大腿围还是要落在 46到60公分之间 另外腰围也不能太粗 才能减少慢性病 找上门的几率 记者 魏宇田 叶玲百安特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